大家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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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伊農 給你拜託 謝謝 他是可敬的對手 因為他的形象不錯 然後他給人家的感覺是 他是國民黨的自由派 那可是我開始選舉之後 就開始了解他的投票紀錄 他過去的立場 那我覺得比較明顯的是說 在一些關鍵的國家議題上面 特別是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面 國家主權的問題上面 過去幾年有一系列的法案 包括間諜的刑責的加重 包括為敵發展主席的刑責加重 國民黨黨團 包括江湾委員 都是一致反對 國民黨的明日之星 在這些議題 這麼關鍵的議題上面 不可以逃避 不可以閃躲 如果他是我們未來的市長候選人 我們更不可以這樣子不負責任 因為我們政策的主族 當然是國家安全為優先 所以在國家安全這一塊 有幾個很重要的事情 我們必須去做 必須去處理 當然第一個是我們國防的實力 還有很多的問題還沒有去解決 包括軍官的教育 三千名學生平均每一個年級 大約八百人 是要分散在六個學校 還是可以把和平在一起 共享資源 那這個會對教育品質 做出實質的改善 第二點是這三千名的居校生 其實都是公費省政府 對這三千名學生有一定的義務 給他好的教育 對於這兩個理由 取消的改革 我覺得是不可以再拖的 特別是解放權過去二三十年 不斷地在對台灣巫統 做出非常明確非常具體的投資 那巫統的巫統 必須反映這個危機 那第二個就是情報安全 那我們最近在新聞裡看到 一個獲勝生的例子 澳洲這個案子 不管它的細節 其實我們在政府裡面工作中 我們都知道 其實對台灣的情報滲透 是不成重斷的 我們也必須做出情報改革 才可以應用這樣的現代的危機 這個案例 我沒有辦法評估它的真實性 可是我也可以跟你說 這個它的行為模式 是非常的真的 我覺得香港選舉 我們這一次看到 像你說的投票率超過七成 那這個當然背後是什麼原因 我們也知道中國因素 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 我覺得中國政府應該 希望中國政府看到 對自由的打壓是沒有效果 人民是有想法的 而且是有勝利的 而且是有行動的力 我也認為中國因素 在台灣的選舉 每年1月11號的選舉 會扮演非常大的角色 如果國民黨不分區的名單 不做調整 如果五四懷仍然列在第四年 那我覺得我們也會看到 台灣的選民對國民黨的失望 所以我是非常期待國民黨 黨中央盡快的其實反應民意 我們是需要良性的政治競爭 否則政治才會更好 國民黨需要端出更好的產品